本周热度榜,人率新善谷天乐罢榜 文,阿腕 6月13日,一则顾天乐在内地出资捐鉴的第99所期望小学,落户广西苍吾的新闻刷爆了朋友圈,让一向低调的鼓仔被推向了热搜 放眼内地和港海娱乐圈,像古仔这样坚持做慈善,还如此低调的真是少之又少 顾天乐多年以来一直在捐鉴学校,在内地出资捐鉴更多的希望小学也在陆续奠基中 相比最近娱乐圈闹得沸沸扬扬的偷税漏税事件,古仔的这则新闻真是一股清流,称霸热度榜首当之无愧,为他打扣 榜单第二名的94年小姐姐陈瑶,依然热度不减呢,已经连续三周挤掉众多小鲜肉,称霸榜单前两名 作为新生带小花,出道近三年的陈瑶凭借辨试剧《像我们一样年轻》在线观看 Omega,缺了不少粉,更是参加各种时尚活动,逐渐在娱乐圈中立足脚跟,可喜可贺 尽管TFBOYS三小指依然在热度榜中,但明显不如前几个月的曝光度 自从9%团队出道后,蔡徐坤,朱正廷等人的势头实在是不可小觑,着实有当年三小指的风采,分分钟上热搜 今天,蔡徐坤却搬桩,的超级话题又刷爆了微博,三小指也要继续努力了 本周的热度榜中,不少电视剧明星回归了,其中赵丽颖入选中国电视剧60年大戏 人物选女演员名单,也是入围该名单最年轻的演员 花千古在线观探 Omega 楚桥转在线观探 Omega 等剧的高收视垫定了赵丽颖收视女王的地位 恭喜之余也期待两部带播作品 故装大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在线观探 Omega 与现代剧你和我的清晨时光在线观探 Omeg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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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ega